智利一名年仅23岁的小偷 因为暴力抢劫 煽动和攻击他人 被逮捕上百次 10月又再度行窃被原警逮得正着 夸张行径让受害店家感到愤怒与耻辱 连当地警察也坦言非常少见 10月15号智利特木科地区一家餐厅 遭一名小偷爬行潜入 他在柜台后方行窃时 被随后感到的原警逮个正着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名23岁的男子因为暴力抢劫 煽动和攻击他人 已经被捕上百次 五天之后该男子又闯入一家咖啡厅搜刮财物 被员工制服后由警察逮捕 这使他的被捕次数达到创纪录的116次 在这次被捕后 智利特木科地区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 却遭到法院拒绝 法院认为警方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这是一起入门抢劫案 只能算是闯空门的情罪 尽管男子的犯罪记录频繁 最后法院只将他拘留了一夜 受害餐厅对男子被捕多次 却还继续伤害他人的行进 感到相当不满 我最后人的恐懒会是 编辑的情罪 在正面中的状况 是有很多人的状况 接着人的状况 我继续伤害他人的状况 都会受害到人的状况 是真的有厉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